中共的手法也真的让台湾人可以叹为官职 也的确是两面手法 一方面邀请你来 那另一方面又在羞辱你 但问题是 马英九为什么要这么的卑躬屈膝 为什么要这么的客气 讲一个总统讲了这么的不理直气壮 然后还让对方回一个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 所以以后这个两个字等于是总统 对 他不敢讲总统 讲这个 那我不晓得日本的前首相如果出国 今天出国在某个国家访问体制写的是 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那不晓得什么五年 那是什么 令和五年嘛 日本是令和嘛 那我们今天是民国嘛 你不写民国不写令和 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年 所以他不敢写嘛 就做一半嘛 马英九这次我不需要讲 他落地的那一天就是前天 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七点的新闻联播 没有报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国每天晚上七点是家家户户必看 全国的 因为我们到中国各省有各省电视台嘛 湖南有湖南电视 福建有福建卫视 可是全国七点那一天是 所有的电视台都要 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是当天中国最重要的新闻 一定要出现 结果竟然没有马英九 仿中的新闻 那是代表马英九 不管是讲了中华民国或讲了总统 中国人民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所以他在南京中山林 他讲中华民国 抱歉 中国媒体绝对是不会报道的 OK 但是他 他在这个 这个总统府 他因为当场有中国民众的一些官员 他说我要让大陆朋友知道 我在 2008年我当上了这个 他以为说这个东西可以避嫌吧 至少中国媒体会报嘛 也不会报啦 因为那个边只有当场的人士而已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这次光是一落地 跟当初2005年4月连战访问北京 差距非常的大 对 我算了一下有七个没有 第一个 没有红地毯 对 连战友 这个时间到上海 还是蛮冷的 那个脚踏下去啊 是冰冷的 红地毯除了是一种尊荣的象征之外 这表示什么 你至少可以 不是说头很热 脚很冷吧 让你可以避寒嘛 结果那个没有 第一个没有红地毯 第二个没有红布条 连战那个时候有红布条 第三个没有群众 连战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还有台商大家包围着他 喊着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中国最喜欢搞这种 那个时候连战场面非常热烈 没有 再来就是没有在这个演讲 连战到了廷吉平 立刻发表演讲 满久不是 是被驾上车的 再来第五个 没有黑头车 搭上小巴 小巴 再来第六个 连战去的时候 是以主席的称号 满久就是 他一当过官民党主席 也没有称号 最后一个 没有国台办主任 他这次去的话 只有一个副主任 叫陈元峰 那我必须要讲 陈元峰难道不晓得 2005年 那个时候连战的 接受的待遇吗 完全知道为什么 因为2005年 连战去的时候 是由当时的国台办主任 陈元峰接待 陈元峰当时就是 陈元峰的随从 旁边的秘书 所以2005年 陈元峰完全了解 连战的规格 所以这次 蛮有趣 七个没有 跟连战比 是天差地别 那当然你说 他这是建了这个 姓长青 这个江苏省委书记 抱歉 那时候连战 到了中国去的时候 江苏省委书记 是到机场去 接待他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马英九 政治局去拜访 完全不同 规格不同 而且马英九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有一个中共中央的 政治局常委 等级的人跟他见面 本来说是 丁薛祥 后来也没有了 所以你这是省级的 我接待你就是用省长的规格 退休省长 对 连战不是 连战是中央级的 更不要讲 就到胡锦涛了 所以我觉得 有人说是习近平说 说是他 说马英九不想见习近平 马英九说 说这种 为了影响国民党的选举 我跟你讲 习近平不想见马英九 可能比较多吧 不是马英九不想见 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习近平不想跟马英九会面 是因为担心做对比 对 人家会发现 马英九是卸任 然后习近平呢 却是当永远的皇帝 对 第三任了嘛 对 这个对比 中国人民会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你去看一件事 这次马英九到各个地方去 都是跟群众隔离的 保持整个被封锁状态 为什么 因为我不需要讲 马英九在中国的知名度 还是有的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喜欢他 因为小马哥嘛 过去啦 现在 他长得帅 又是学历很好 所以你记得那个薄熙来 在当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有 陈文倩访问他说 听说你是 大陆的马英九 薄熙来也很帅嘛 薄熙来说 你为什么不说马英九是台湾的薄熙来 薄熙来立刻回应了 可是马英九在中国是蛮受欢迎的 有知名度的 但是中国为什么把它隔离起来 他也怕就是说很多麻粉 可能会跟着马英九到处走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说 习近平不爽啊 怎么会在中国有人比我还受欢迎呢 而且这等于讽刺怎么样 讽刺我习近平不行了嘛 所以他刻意把它跟群众隔离 第二个就是说 也有很多中国 因为我们到中国有些人 他们叫国粉 就是国民 就对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怀念 他们那个时候比较民主比较自由 不像今天的独裁专制 所以这些国粉 这些可能也会跟着马英九 加上马粉 那可能声势浩大哦 这对习近平就被比下去了嘛 就要给他隔离 第二个 有没有可能有些人 他们要再点中国经济不好 很多人对政府不满 或者家里被强拆 会不会因为想去 这个争取抗争 去跟马英九蹭 跟马英九蹭就大新闻了嘛 大新闻我的上访 可能就比较受到重视 不然就不被重视嘛 有人要这个方式来进行抗争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中国也担心 现在大陆接二连三的 白子革命 白法革命这些人 会不会也蹭马英九来 他们也来跟马英九 所以中共生怕有任何一几年 对他们不利的情况出现 对 一方面是怕马英九 夺了习近平的棺材 一方面是怕马英九造成 中国内部的 很多的这些不满的声音 因为马英九而被国际知道 所以放任一些网路 一些文章 一些民众对于马英九 筹划他 甚至刚刚讲过 说他是怎么背叛连战 怎么搞台独 所以我觉得这次 马英九去中国 中国是想要冷处理 不想让他获得太多的媒体 连央视都不报道 那但是呢 需要他的什么 帮中国在抗日反日的问题上背书 所以你看那个记者一直问 你去南京大屠杀 看什么看法 马英九三栏了一下 我就看着 马英九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你看他这次 那是中国人上升 到南京中山林也讲中国人 到南京大屠杀也讲中国人 可是我不需要讲 根据政大选言中心 他做这个民调做好几年了 他做了最新民调去年12月 台湾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只有2.7% 所以我不晓得说 马英九一直讲中国人 当然他这次12天的行程 有参观六个抗日教育基地 两天一次 很多日本朋友说 我说马英九这么反日 这么抗日 我不晓得 他过去掩护的很好 因为他要亲美有日合中 他现在不演了 他也不是总统了 你这时候马英九去 你跟着中国那边反日抗日 我跟你 对于台日的关系来讲 当然造成某种破坏 马英九接下来的行程 他会更会强化 他这种反日仇入的心结 因为他参观的 都是一些相关的抗日基地 只是说他到这个总统府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是 这个地方是 蒋介石1949年 离开中国的最后一个地方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应该是很丢脸的 但我为什么要安排 这个总统府 让你去平调 大家不要忘记 那个时候解放军冲进总统府 把旗赶上的 青天白日马力宏的旗给卸下来 内幕历历在幕 那国民党 这是一个耻辱 这是历史的耻辱 我觉得这个安排 到底是马自己要的 还是中共硬塞给他的 如果是中共硬塞给他的 就是告诉你 就是你要接受 你被共产党推翻的事实 而且你是国民党的 前主席又是前总统 你必须要盖瓜承受 这让中共的政权具有相当的一个合法性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在总统府不敢称总统 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是的确 而且是让大家觉得 你这样的态度 只会让中共更看不起你 对